櫃山 诶 掌柜队 那官处官走了有多日子了 八号走的 有十来天了 那事也得跟范湖说说了吧 掌柜他 他人要不理咱们哪 咱还不理他呢 是他 她敢不理咱 现在字句 房积 全攥在我手里 他不理咱的话 我立马把通大街上去 他敢 你说 是我过去 还是让范武过来 让他过来 就武爷那脾气 怕不会来 那好 那我去 桂山 你去给橘子挂个电话 让他们派俩弟兄来 咱们够守着一方万一 哎 哎 等会儿 不急 再蹦他两天 哎 爷 来 来客人了 嘿 来客人赢啊 不是 是 是个洋人 洋人怎么了 开开门 跟人问声好 去 哎 哎 哎 你好 爷 您 您 您里边请 您 您里边请 哎呦 这位杨先生 您还会说中国话呀 那可就方便多了 哎呦 来您自个儿随便瞧瞧 您喜欢什么 哎呦 你们这个店很整洁 嘿 多谢您夸奖了 都是些老旧的玩意儿 要是弄得不整洁呀 就显得有点乐腾了 哎 金海儿 别傻站着呀 给 哎呦 我还没问您贵姓呢 哦 我是法国人 我的中国名字是福安 嘿 好名 那我就叫您福先生了 就跟对我们自个人一样 哎 金海儿 给福先生沏茶 好 来 福先生 您这边坐 好 这边坐 谢谢 来 您请坐 哎 福先生 您要点什么呀 哦 我看看石造像 嘿 福先生 您这算是问着我短了 石造像这种东西 我做不了 石造像不是帝王 就是神佛 像我这样的小店 拖不住 轻易不能做 听别家铺子人说 你去过龙门师库 你懂 行啊 福先生 你连这都知道 瞧瞧 老在别的铺子转 不上我这来 这不合适 是 我早年去过 还在那儿描过不少小样呢 那这个人你认识吗 谁呀 哎呦 你们外国人啊 乍一看长得都一模样 哦 这人我认识 路德维希 路大人 那他说了什么 你知道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这杨文我不认识 他说他今天要创造个奇迹 要把龙门师库中 精美的石造像 搬到欧洲去展览 他吹吧 那东西它长山上的 哦 说搬走就能搬走啊 别信他 说大话 他没有说过大话 据我所知 博物馆给了他很多钱 童老板 你会因此而心疼吗 我一个小小的掌柜的 我心疼得着吗 再说了 我管好我这一亩三分地儿 就成了 宝贝 那宝贝是国家的 童先生 要是我 我会心疼 我能不心疼吗 我 童老板 赵大夫怎么还不来呀 刚来信了 走班道啊 被一鸡针给叫回去了 姑妹这下午能来 冯妈 你是过来人 你说我这岁数生孩子 费劲不费劲 太太 甭紧张 不害他 那不是有大夫呢吗 您像我们那会儿 甭说大夫 连个接生婆都请不起 不是照样生一大堆吗 如安跟着去了吗 太太 白天您还不放心呢 放心 我再放心 不定把他放哪儿了呢 反正我在家闲着 也闲着 这事不闹清楚了呀 我这心想放 也放不下来呀 新老婆 那个福大人走了吗 没走远 跟麦糖葫芦等聊天呢 哦 你说这事咱管得了吗 爷您要真心疼您就管 你这话算说对了 我去把那张报纸要回去 长官您想想 这可是好几千年的东西 一凿子一凿子 得磕好几袋吧 咱手不好就是罪过了 这可好 让洋人花几个钱 就给咱弄走了 给咱毁了 那不是上对不起祖宗 下对不起儿孙的事吗 我是一个小人物 我说话不管用 您是管北平文物的 您起来说句话吧 我求求您了 您给我签了 您可不是小人物 小人物管得了这么大事情 什么叫小人物 小人物就是拿着一册书 看看书喝喝茶 眼睛无耻之内的事情咱管 无耻之外的事情 听都别听 是 开始我也不想管的 可是人家一个外国人问我 说你心疼不心疼 我这心一下就疼起来了 我 没用 您管得着吗 再说了 人家还没动手呢 人家在欧洲说的是洋文 人家在说自己家的事情了 你管那么多干嘛 你管得着吗 您怎么这么说话呀 我怎么说话 咱 咱不能把它当成说自个家的事 那么说吗 这是别人要来拿咱们东西 要抢咱们家的东西了咱们能不管吗 好 你管 这事跟我没关系 我过我的日子 这东西不是我的 您出去 你 哎你他妈还是中国人吧你 偷俗敢骂人 来人 把他给我插出去 不是您听我说 最想什么东西 不是 这东西咱们对不过来 说来 我反正让洋人给弄走了呀 什么东西 小人物还想管大事情 这人马虎别让他进来 佟长官 您回吧 我们先生不见您 麻烦您再给罗先生传一下 您就说我见着他就说一句话 我就说一句行吗 佟长官 我跟您说吧 我们先生还为那档子事生着气呢 您呢 您走吧您的 那 麻烦您把这张报纸给罗先生 您给的 不看 您哪 好自为之 您哪 好自为之吧您的 哎 姑娘 您看这洋玩意儿 你 看 这怎么看啊 这 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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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没有 哎 看见了 看见了 有意思 要不如我现在身子重啊 你先给我来一张 姑娘您放心啊 咱以后这日子还长着呢 行 用吧 照下来了 看他有什么话说 用吧 成 那我走了啊 哎 说字 谁给照啊 您甭管了 我都给您安排好了 走了 老公 别拉着别拉着 有有什么话就这说 干嘛飞出来呀 上哪 姑父 这是这个 行行行 别这么叫我啊 我受不了 我正事 要不说找地说呢 正事 你能说什么正事啊 到处我有正事要跟你说 那不正好吗 我都安排好了 走走 对准了镜子 把人框在里头 一看 人和事就留在里边了 这不干我的事 太太吩咐的 太太说了 要证据 哼 这什么正经话呀 非捡这种地方来说 这正经话还挑地方 什么地儿也拦不住您说正经话呀 姑父 咱甭自个儿架自个儿成不成 这正经不正经的 有钱挣就是正经 这的小酒可跟我念叨你喝酒了 怕不是这事吧 说吧 是不是陆大人找你办事呢 陆大人 Mr.陆 那是 整条街就跟我们通过摘亲 有事可不就找上我们办吗 这就对了 怪不得总见不着王财呢 去了洛阳了吧 你怎么知道呢 我怎么知道呢 瞧瞧这个 瞧啊 姑父啊 这几天不见 那可真长进了啊 连英格力士都会了 这么是正的了 这说什么呀 你甭给我耍贫嘴 你看看这照片 这是不是陆大人 是啊 陆大人说了 龙门的石造像 很快就要运到欧洲去了 锁儿 你是骑人吗 整公街 暴宜出身 那你怎么不跟你祖宗 长点脸呢你 八国联军烧咱们圆明园 抢咱们东西 你都忘了 那会是他们自个来抢 这会可倒好 你带他们来抢 你帮他们来抢啊你 行行行 多点点事啊 你还扯到八国联军去了 我不给祖宗做脸 那祖宗就给我长脸了 那八国联军又不是我招来的 你还是骑人吗你 行行行行 咱不说这正顶事了成不成啊 咱俩俩别的叙叙救 真是 二十五天 打大厦 吴晓 出来吧 同长队的 您可来了 您这没心肝的 怎么总部来看我 是什么书者说的不好 还真想啊 不够漂亮 今儿个一定给我说清楚 不是 你们这是干嘛 你们这没良心 你们干嘛 我们在说事呢 如爱 上谁 怎么总不来看我 是我们书者说的 你干嘛了 如爱 你这是干嘛 这不干我的事 太太让我拍的 如爱 你给我回来 如爱 回来 告诉我爷 人家是有太太的人了 你咱这么敢去的事吗 这可是您不对 太缺 太缺德 不是 缺德没事 不缺钱就成 你给如安的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如秋兰 我当时应了你 我真是瞎了眼了我 你让我给你肚里的孩子 一个爹的名分 你说的多可怜 说的多伤心 你说的多掏心脖子呀 谁知道你满脑子满肚子 都是这些歹毒之心的你 你要是行的端做的证 他配让他拍去呀 你急什么呀 是不是搂着你大姑娘来了 是不是啊 许你搂着啊 就不许我们拍呀 就不许我们知道啊 好 好 你跟你那侄子 设计害人 我告诉你如秋兰 打今儿个气 我知道什么叫阴毒了 你不是要拍吗 好啊 我让你拍 我让你拍拍拍拍 我告诉你 打今儿个气 我还就住那儿呢 你不想看吗 我让你看个针脚 冯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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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儿 不好了 太太摔倒了 快点儿 太太太 您不碍她吧太太 太太怎么了 冯妈 快吃鞋快吃鞋 我请大夫去 太太 这儿怎么好啊 你真是倒了什么门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的梅 爹 爹 不是我說的呢 您早晚得鼓個火去呀 不知道啊 你瞧這 滿屋子全是土 那是我媽不 擦擦找地方坐下 不是 你是真應該擦擦得擦擦呀 你怎麼想不開呀 擦了不還得落嗎 這這這 還是您想得長遠 哎呀 哪弄這麼一對小瓶啊 精神 真精神 哪搗花呢 認識嗎 我認識他 他不認識我呀 認不認識的全憑嘴說了 我硬說您認識 你招呼他一聲 他不支應啊 安掌櫃的 這條街上啊 什麼人我都想過了 但覺得 不該是您哪 什麼該不該的 你得先說清什麼事啊 有水沒有我喝一口啊 沒有 我坐這兒等好幾天了 我不是怕呀 我在這兒坐著 我想啊 原先我手上一個大班子 夠整條胡同的人吃一年 多大的家印呀 兩年就全敗了 我都沒拿他當回事 如今我犯得著位移小門小臉的鋪子 我那麼上心嗎 是 是話說回來了 有一城的范武爺我落魄了 喝碗到這兒都得算去 算去歸算去不還得喝嗎 這些日子 我見地坐這兒想啊 這是誰呀 這麼用心的撅我 又是辦副官 又是開汽車 又是留電話的 這是用盡了心思 他是真把我這 掉了金皮的苦菩薩 臉上磨屎啊 這還不夠 非得看著我范武爺 活得沒一個人呀才高興呢 看著我當街伸手要著吃才是樂的 我這想這是誰呀這是啊 哎呀 這是誰呀我為什麼呀 就為這個 我是把他們家孩子落井裡了 他跟我這麼大仇 他弄一堆小瓶子 把我撅得像個啊 像個傻棒吹似的 按著撅還不夠啊 他算過場裡頭 讓我丟人現眼 讓同行裡邊笑話我 哎呀我坐在這兒啊 就等著就想瞧瞧這人他到底是誰 哎呀沒別的意思 就是啊非點琢磨 籃掌櫃的我沒想到是你呀 我借筆的藍衣櫃藍掌櫃的您呢 哎呀什麼呀就說了這麼一大堆呀 跟你說啊我可沒犯壞決人 聽我把話說完了 你這一來啊 我反頭一想不是你是誰呀 是你就對了 什麼就是我不是我的呀 您知道我來這是什麼事啊 你不用不好意思說出來 我把話說明了你沒法應了是不是啊 行五爺既然你非說是我 那就是我了啊 那行行行行行行甭糟了 哎呀我認了認賭服輸嗎 我認了 五爺您看好了啊 房企自舉全在我這兒 我這可是打別人手裡買來的啊 跟這對瓶子可沒關係 原本我想啊 我把這些文書來 就送給五爺走 那你這不是抽完了我嘴巴 又罵我嗎 我就知道范五爺准得這麼說 范五爺什麼人的 那咱就按規矩辦了 現在這個房企啊自舉啊 全在我這兒呢 嗯 這房子啊 貨底子 咱是不是得清點一下啊 范五爺您就在這兒住著啊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絕不轟你啊 那咱們就點點後底子了啊 鬼山進來 我爺您急一下 鬼山查查樹您也看著點 你不用了 點出座金山來我都認 不過話得說清楚了蓝掌櫃的 是 這對小瓶子不在其內 那是那是 這對小瓶子是您的 您的啊 您揣在身上 拿在手裡 頂腦袋瓜子上 那都是您的事了 您拿走 多多你們點著吧 我走 五爺 咱們是不是得立個字句啊 辦 明兒散貨場辦 這今兒當了你伙計呢 我認頭 我認頭了 你兒吧 五爺 這煙可是您的 您留著抽 風啊 熱水來了 快給我快給我 你別進去 你別 出來 快過來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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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喲 跟他一样 让奶奶亲一个 赵大夫 这孩子 实在是救不了了 没留住 可千万别让他听见了 要是知道了 可就挺不住了 挺好的一个男孩 生叫杨水给抢死了 得了 让柳安给他报复吧 不行 快报复吧 不行 他得为了孩子不义 我怎么也得让他看一眼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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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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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孩子没保住 凤妈 不行 凤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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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凤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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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 是命 人生之事 凭什么往毫里走 凭什么往坏里去 想是想不清的 慢说自己看着想不清 就是别人看着是也说不清 说不清的就是命 命又是什么呢 命是一支在人生的盛宴中 安排你喜怒哀乐悲恐惊的筷子 谁的手拿着这双筷子往你盒里不猜 那是谁呀 反正不是你自己 真想给自己的餐桌前多布点欢乐 多布点幸福 多布点甜美的情感 可是天不遂人愿 天不遂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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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愿 自不遂人愿 你寻父来凶朝地 只差得福在东来自在西 老王爷不将谈非同 老王爷 老王爷 封妈您来了 不忙啊 不忙啊 一想我都没来个客人 您坐着 干一不住 就说两句话 您说吧 事出了 日子还得过 太太现在醒回来了 也明白点了 您多回去瞅瞅 封妈 静好啊 你到门口指引着客人 封妈 说心里话 我觉得我对不住他 他就是有千不该万不该 但孩子这件事我错了 我对不住他 甭那么说 都是苦人都不容易 相互体谅着点吧 你这赶上命了 老爷 我就是给您出主意来了 您说吧 我听您的 这谁家的狗啊 老爷给您卷的 还去哪 你出风 大人 大人 咱太太 好 柱子 柱子 以后您叫柱子 好吗 原先给孩子起了名 去找柱子吧 好 柱子好 就叫柱子 叫他过来 我叫你 竹子 竹子 怎么这么震 爷自己造的能使 就是震手 要好难贵 准不准 能不准吗 指哪打哪 当年老肥也有我的家伙 那洋人还敢欺负他们 早把他崩跑了 五爷 您要这玩干嘛使 说了你都不信 我想把自己的脑袋瓜子给崩开了 五爷您玩笑了 哪有自己崩自己的 得 您爱崩谁崩谁 五爷回见 老爷您要买鱼了 跟原先的一个样 真好 来您搁这儿您搁这儿 搁这儿 哎呀 哎呀 姑妈哎 把柱子抱走吧 哎 来 柱子来跟奶奶走 哎 这回 我可什么都不欠你的了 我自己想死 没死成 谁承想 这孩子就死了 你从来没想过 要给这孩子当爹 这下可好 随了你的愿了 你干嘛把我想这么坏 那我该把你想成什么样 把你想成薛平贵 可你不是 是 孩子的死我也伤心 甭管是谁的孩子 一个孩子平白的冤死了 大人争 竟把孩子给冤死了 冤我 我欠你了 这些日子 我一直都平不过来 我见过他呀 他 脸皮 嫩得跟鸡蛋皮似 可惜凉了 到这个世界上 连一眼都没瞅见就走了 黑股溶洞的来 黑股溶洞的走 想想多凄凉 多冷清 怨我 我一想起他 死的心一千次一万次都有 我不知道 我的命怎么就那么苦呢 苦得跟黄连尖似的 我想不通 老天爷 干嘛那么不待见我呀 干嘛那么不顾忌的 往我这个可怜人身上 捅刀子带撒盐呢 捅刀子带撒盐呢 后来我想通了 我欠你的 我让你受委屈了 让你吃瓜烙了 我冤枉你了 我信不过你了 我欠你了 我又死不了 只有让这孩子死 让孩子的死 来还你的情 您什么也不欠我的 您这情我承受不住 受不住也还你了 这么一想 我的心也就平静了 同红权 我现在是什么也不欠你了 我欠您的 你要愿意那么想 就欠着吧 哼 真是到了君子国了 客气着 欠来欠去的 我真是欠您的 你非要那么想 那就欠着吧 那我问你 打算怎么还呢 我欠您的我 我还 我一定还 我从来没那么想过 也没那个心了 咱扯平了 咱该怎么过 还怎么过 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过着 活着吧 苦着 熬着吧 你走吧 我欠您的一定还 我欠您的一定还 让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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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往下来 我下往下来 请看 鸭吉堂 多好的一块木头 桂山 回头搭后院去 当铺板睡觉去吧 往后啊 你 打嗝 上屁 跑肚 撒尿 他都能给你接着 是呀 掌柜的 我可不睡在这上面 为什么呀 这开倒了铺子 睡着都会去 是吧 行 你小子还真能能琢磨 这雅吉堂啊 真是背到了家了 哎呦 你不要这怎么办呢 这么着吧各位 你们谁给个撒瓜俩枣的 拿回去当匹菜烧火 怎么样 不要 太早就买了 谁要啊 要 多少钱 这钱就拿走 得 我出一个大煤 我扛走 一个大煤 成 完成了 不过时间得跟您说清楚 这玩意拿回去 烧火恐怕都点不着 哎呦 这五爷爷要是听说这事儿 肺部得气炸了 一的煤 买个烧饼都不够啊 啊 愣把他都别给扛架去了 得 您扛回去 扛走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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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掌柜的 您这是 同掌柜的 怎么着您想要啊 晚了呀 你那个五哥呀 铺子倒了 我给接了 他那块匾呢 一个没 让我当街给卖了 好 康子啊 你等等 等等 干什么呀 同掌柜 这匾我接了 现在我把它卖了 嗯 你既不是买也不是卖 这里边没你的事 蓝掌柜 杀人不过头点地啊 您这是让人当街吃屎 还得说屎香 是不是 咱可别把破骨王死了锤 今儿我就耍回三青子了 这位先生 您还不能把这匾搬走 您要想搬走 先把我撂平了再说 哎呦喂 还真看不出来啊 佟掌柜 你还真想搭上来啊 我告诉你 爷我今天一肚子火没地方发去 再说了 你蓝衣柜欺人太甚 佟凤全 你太拿自个儿当人了吧 谁一脚没踩住 你冒出来了 你自个儿屁股上的屎还没擦干净呢 跑这儿替别人拔创来了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 你算个什么东西 好你个蓝衣柜啊 好你个蓝衣柜 你破坏这条街上的规矩是不是 好你破坏规矩 我告诉你 这边谁也拿不走 谁要拿走 我跟谁玩命 这位师傅 这位师傅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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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动什么 我蹦了谁 凤全 五哥 这辈子就交了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你是好兄弟 这没你事你走着 五哥 你走着 五哥 走着 不是不是这这怎么话说的 喂 蓝衣柜 您小心啊 有五哥 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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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崩了你 走着 蓝掌柜 我想 鸭鸡堂 多好的名字 文人鸭鸡 诗人兴晦 好书法 好字眼 好蜜子 让我把买卖给作败了 愿不得庞的 让我目光短浅 虽然我嘴上啊 说着世袭网替的家业给作败了 不在乎 小铺算什么呀 嘴上是这么说的 可我还是把这小铺看中了 按理说呢 不在买卖吗 我饭武这辈子还用得着做样子给别人看吗 金鸾店我上过 龙板我跳过 狗洞我都钻过了 我还用做样子吗 就是目光短浅 目光短浅 得 想不开钱没了 心也小了 就让这路小人给算计了 不怪庞子 没怪着你 难怪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说一遍 我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是大家伙起哄 起哄 张鹤怎么不认账了 不是还一纸文书没签的吗 对 谢谢五爷提醒 不过不用签了 不合适吧 那不是说我当自己人 拿着杆枪欺负你吗 阮一贵 你太不对分 我欺负也不会欺负你买卖人 我告诉你 这文书是得欺的 文书拿来 鬼山 鬼山 拿去 这文书得欺负 我认赌服输 不光当你一人 当了这么些人 我也认赌服输 还不过有一条我告诉你 今儿场面好 我这贬地怎么给我摘下来的 还怎么给我挂上去 挂 挂上 华 还 华景台 刘利产放枪了 要出人命了 您赶紧 tiro けれど啊 攻夸 坐 走 走 南义贵 这便是挂上去了就不能摘下来 你要敢摘 我范武爷死了做厉鬼都饶不了 你听清楚了吗 不摘 不摘 今儿算欺负你了 就算欺负他一回了 快 放手 警官 你看这 雄凡把枪放下 事都快了了 你们来了 这会吊时候 你们这没事 闹着玩 不是 警官救命了 放下 放心 我不会杀人 吴哥 你快放手 放手啊 吴哥 蓝掌柜 你阴损坏 你挤着我 我范师兄这点做人的尊严都没了 别说当机 所有这蹲着的地儿都没了 别动 我说完话了 我就该拿这枪把你蹦了 我买枪的时候就这么想的 可是瞧你现在这副德行 你真是不配 挨爷这一枪 熊哥把枪放下 我是世袭网替八大铁帽子王的后裔 我早就活得腻味了 可是啊 我还想活着 但今儿啊 我觉得没脸了 他 到时候接给我脸上抹大份 我要不杀你啊 我对不起祖宗 杀你也丢人 我走 我得笑着走 我活腻味了 也算是没给荆歌天马的祖宗 把脸丢尽 五哥 这只有枪还真有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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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梵母也死了 为了脸面 为了一口气 说是让人挤得死的也好 说是为了不丢人也罢 梵母死了 风光光 落魄 声色全马破 饥寒焦破 算是活过 可没活出来 一辈子活自己的时候少 活给人家看样的时候多 他就是死 也得当街死个样 活没活出来 死可死出来 他要力量 他要脸面 他把脸面气度 看得比命更重 老辈的欺人 可不就有这么不劲吗 范武死了 范武爷就在那一天 那样的死了